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另外一期的宏观 散打2.0 今天是7月3号 星期一 本来本来想着 希望可以早点下班 多点时间可以录散打 但都很短意的 今晚就要去大台一个晚刻的财经节目 所以就让散打需要捉紧时间和可能就要相对比较短一点 都讲讲一些经济相关话题 因为其实我们公司 或者我现在的工作来说 每个星期一都要准备一个市场的一些资讯分享 在公司那里 所以很多时候我周末都会需要准备一些POWERPOINT 要看比较多的资料 当然其实每天都看资料 不过就是平时看完之后 就不需要怎样做特别的事 但是周末看完之后 就要做一些POWERPOINT 所以会要花点时间去做这件事 所以很多时候星期一的话 就可以方便我 可以有些话题 跟大家聊聊天 话说周末看上个星期的一些特别美国中国的经济数据 其实上个星期来说 美国的经济数据持续地是比较好的 亦都是比市场预期的数据都比较利好 相反来说 中国方面的数据就比较令人失望 不单止看到整体来说 都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反弹 虽然中央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都强调说 这个稳经济是今年来说 政策的一个焦点所在 但是似乎暂时 中国的一些经济数据方面来说 就并未见到有一些很正面的情况出来的 特别我见到就是 如果看回中国的经济来说的话 其实过去来说 中央政府所惯常用的那几个板斧 包括就是这个 透过振兴楼市 带动一个基础建设 特别是大型的基础建设 OK 还有来说的话 就是那个出口 希望靠出口带动 其实看回今年 或者过去几个月来说的话 其实中央都已经是用回这几招 尝试去找个经济 OK 包括就是 基础建设啦 其实中央来说的话 其实就已经是 将今年 地方政府可以发行的 一些和基础建设相关的那个债券 那个金额呢 都有所向上调整 OK 但是呢 地方政府在这个 即是发行 基础建设的债券方面来说的话 是比那个中央的 定了的 上限 甚至乎去年的水平来说的话 都是有所不如的 OK 那到底是 地方政府 不积极去做这件事呢 还是地方政府是开始出现一个无能为力去发债的问题呢 因为 其实 其实在中国来说的话 基础建设 那当然 OK 这个是一个好 即是其中一个最立竿见影地见到 实质上可以推高 即是 经济的一个 政策啦 因为 第一 你搞基建 那你首先要资金投入去啦 那以资金来说的话 那当然就是 你基础建设会涉及到很多一些 譬如重型机器啊 Kicklack 东西那样 那你买这些重型机器 跟着就 请人啊 大兴肚目啊 Kicklack 东西那样 好多一些 即是 那个消费呢 那个开支呢 是很即时地 完全是无言误地 会是 丢落去那个实质经济那里 那所以呢 基础建设这个呢 是一个 那个 时间 延迟最少的 一个 一个 一些财政上面的刺激方案来的 OK 那所以 其实 过去二十多年来说的话 中国都 经常用这一招的 OK 那但是 问题就是 今时今的地方政府那个负债 和过去二十年 即不要说二十年啦 过去十年来说的话 其实都 很不同啦 今时今日 很多地方政府那个负债 那个那个 已经是去到 即下巴了 已经是浸到去那样 那就是 是不是仍然有能力去再发行 或者就算去想发行的话 是不是有人 愿意 买下去呢 那这个都是一个 问题 但是 如果 这个 搞基础建设 这招不够的话 那可以怎样搞呢 这样 那你说 哦 那还有 过去来说的话 靠楼市 激活楼市 这样 和这个 激 增加这个 出口的竞争力 那样 其实呢 这两招呢 也都已经是 即是用紧的 已经是 楼市来说的话 那其实 当然 因为楼市的一些政策呢 很多时候都是地方政府自己去定的 ok 其实在过去这几年来说的话 就是中央要 控制那个 楼市过度来活跃 或者是那个 发展商过度来借贷的 或者那个债务的情况来说的话呢 其实都 令到很多地方政府 是出出不同的一些 限制啦 ok 就是 限购啊 ok 限贷啊 就是 诸如之旅之旅之旅 ok 其实 在过去这几个月呢 就是以我所见到的一些新闻来说 地方政府大部分啦 ok 都基本上将之前那些 就是一些限制性的措施 全部都已经是 即是 剔除了 ok 甚至乎是开始是鼓励那些人 ok 是可以呢 就 特别是可能 就是不是一线 二线的城市啦 可能去到三线 四线的城市啦 啊 实际是鼓励那些人 ok 为了 即是 未来来来说的话 可以就是 买多一个房屋这样 即是已经是出到 出到声音去鼓励 但是似乎 看回整体中国的 就是那个 房屋的那个 消售的情况来说 消售的数字来说的话 似乎都并未见到很明显的一个 持续性反弹啦 譬如说 刚刚今天 旁晚的时候 就看到就是 每一个 就是 中国一百强的 房地产开发商 ok 的每个月的 那个 就是 销售的情况 相对于 去年 同比的情况来说的话 其实 在过去几个月 由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呢 是出现了一个 同比反弹 那当然 那个问题就是这件事 ok 同比反弹 因为去年的时候 是一个低基数 所以呢 即是 同比反弹 你就见到 那个情况比较好些啦 ok 但是 看回六月份来说的话 就 同比都开始是下跌了 ok 所以 如果 从那个 就是 别看过同比啦 ok 如果 纯粹从那个 就是 一百强的房地产开发商 那个总销售金额来看的话 其实 过去几年呢 是持续地向下的 即是 没什么明显地见到反弹 那当然啦 就是 过去的年纪 中国的 无论是一手的楼 或者二手楼来说的话呢 那个 价格都是持续地 即不是很大幅 但是是持续地有下跌的情况 ok 所以 如果看回近期的一些调言 ok 就是 国内的人呢 对于那个房地产那个市场呢 那个信心呢 似乎都 开始有一个减弱的情况 就是 过去来说的话 就是 在国内 买楼 ok 就是 这个是一个大家都觉得 是一个必赚的投资来的嘛 就是 过去二三十年 你买砖头来说的话 砖头就只会升值而已 ok 但是 过去的年纪呢 是持续性地呢 是 无论是 成交量也好 成交金额也好 ok 都有一个 战转向下 就开始令到呢 有些人就真的开始觉得 咦 喂 这个 买砖头可置库 这个东西是不是都仍然是 行得通呢 那开始有少少这个质疑的话呢 那这个当然也都令到就是 就是 这个就是 想搞活房地产 这个不是很努力啦 那这个其实当然也都是 就是 令到就是 就是 中国其中一个 这个经济的那个 引擎来说的话 都有一些少少 疾了疾了疾了的情况啦 那 而另外呢 ok 振兴出口 激活出口 那样 其实就是 近期来说 很多人都注意到就是人民币是持续地下跌啦 那就是 中央或者 中人民银行 其实都有出过声的就说呢 就是 这个是一个 不是一个 它们想见到的情况啦 也都就是说 会加以关注 它们有适当的时候 会做些事情 那样 但是呢 就 整个人都只有一个讲字啦 那就是 我想的重点就是呢 其实这个也都在我 不同的渠道都有讲过 就是我觉得 人民币串约呢 我不敢讲是一个 大方向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中央 愿意接受的一个情况 因为始终 中国都仍然是一个 就是 製造业大国 中国仍然是 自己的出口来说的话 在一些製造 制成品出口来说 仍然是一个 全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個地区 所以人民币串弱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其实是提升了的,所以这个都是在过去都不是未见过的情况,在中国的经济相对串弱的时候,其实也都透过人民币引导性是比较弱的话,其实都可以对出口是有一个震堤的作用。 但是如果看回近期的一些进出口的情况来说,就是中国进出口,就似乎就并没有见到一个很大的帮助,甚至乎上个星期就出了中国的最新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PMI数据,而在那个数据报告的时候来说,其实也都出了一些是其他的PMI数据,包括什么呢? 不只是制造业、非制造业,也都包括了建筑,也都包括了一些所谓叫做工厂的新订单。 另外,我留意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因为如果看回最新的这个数字,六月份的中国工厂的订单的PMI,其实是有少少反弹的。 虽然反弹少少,但是仍然是在50点以下,仍然是在收缩的情况,但是起码叫做反弹。 不过呢,我留意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工厂的订单,但是出口的订单呢,其实是持续下跌。 那这样就搞定了,因为如果中国是想着,振兴或者吹谷出口,作为其中一个,找经济的发展。 所以说的话,似乎最新的数据就是,咦?中国的工厂出口的订单呢,是不单止没有反弹,甚至转弱。 OK?那这个就比较吵架了,OK?那就是说,那到底人民币的转弱是未够弱啊? 还是人民币转弱了,是没有足够时间,令到外国的买家,将那个订单转回中国? 那这个就要,可能要等多一至两个月时间才可以知道。 不过呢,就是,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就是说,喂,中国的一个,就是工厂出口订单,转弱, 那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的哦,可能是全世界的问题,那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可能,或者其他经济都不行。 那这样,所以就影响所及,不仅仅是中国的工厂受损害, 其他地区,或者其他比较依赖制造业的,的经济可能都同样地受损。 所以,我亦都比较了,就是印度的PMI数据。 因为印度都是,除了中国的意外来说,另外一个非常之大的新兴市场, 那也都是,除了中国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出口制造的一个经济体,和近这两年来说,甚至乎就是,就是, 印度政府是完全是,积极地吸引更加多的外资,在印度设立一个生产基地, 那这样,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值得留意,和值得比较的一样东西。 那,所以我就比较了,就是,就是中国的PMI,和印度的PMI, 那就,真是好虽不虽了,OK? 那,中国的制造业PMI就持续地,就是货马, 印度的制造业PMI,过去几个月是持续地上升的,OK? 那,就是说呢,中国的工厂的,的出口生产订单,下跌了, 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世界经济的问题, 因为起码印度不是,印度看见其实就是, 就是这方面的订单是上升了的, 那就是说,这个是中国自己的,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again,到底就是说, 哦,那这个可能是,就是过去这两个月,人民币转弱, 未开始,令到外国的买家, 将个订单转回去中国, 还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外国的买家,已经真的,就算你人民币再便宜的话, 都已经不再考虑在中国下订单呢? 那,这个就,就是涉及了一个更加深远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这个就真的要,可能要看多一点时间才知道, 因为这些是一个月,两个月的数据, 是未足以去提供一个,就是可信度高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看回刚才所说的, 就是几个,就是过去所用的招数, 就是搞基建,搞活楼市,就是推高楼市, 还有,就是激活,或者是尝试换一些,就是出口的订单, 暂时来说的话,这几方面,都似乎不是太过work的,OK? 那,就,除了这个,就是国内的这个情况, 就是过去的旧有板斧, 今次就再翻盗,翻盗似乎就效果不是很明显来说的话, 其实都见到就是,中央都尝试,就是重新对外来说的话, 就是之前来说的话,就可能是比较粗声粗气,OK? 那,现在就尝试就是用一些温和一点的策略, 那,就是过几星期前那时候,就是这个中国总理李强, 就去这个欧洲访问,那,先去德国,跟着去法国,那, 那,就尝试就,就是游说,就是欧洲的企业,OK? 将这个去风险化这个决定,就在他们自己, 企业的层面去处理这件事,OK? 就不要交给,或者也都尝试游说,就是欧洲方面的政府, 就不要将这个去风险化这件事,就在那个国家的策略上面, 或者成为一个政治的层面,就是尝试就将这件事, 就不要将它政治化,OK? 就纯粹从那个商业,OK?就讲生意,OK的角度去,OK? 但是似乎就那个成效又不是见到很显著的, 就是,首先,从我在媒体上面,电视上面见到来说的话, 就是总理李强发表的一些演词上面来说的话, 就是外国企业的主管来说的话, 就是在他讲的过程当中, 或者讲完的时候来说的话, 都是礼貌地上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以我所认知, 外国人来说的话,就比较, 很多都是很率性的,OK? 就是如果他们很赞同的话, 是这样的,OK? 只会是,就是中共的, 或者是中国的领导人来说的话, 在那个表达来说的话, 就比较含蓄一些, 就是都是这样的,OK? 我今次就留意到, 在这个总理李强的演讲的整个过程, 中途或者原因的时候, 都见到就是很多外国的企业的高管, 都只是很含蓄地, 这样表示了一些的意思, 或者多谢他的发言, 似乎反应就不是很强烈, 那么,我想这个都是, 就是可能要有多少少新的一些, 就是思维,或者加重少少力度, 怎样在不同方面来说的话, 是要多少少着力, 才有机会是可以将现在, 就是中国那个经济所面对, 其实是都几多方面的, 一些挑战,我觉得是, 可能也是, 过去这二三十年来, 少见到的, 一些情况, 就是, 在过去来说的话, 见到就, 就是刚才所说的, 那几道板夫来说的话, 都, 好几次呢, 是收到一个, 挺立竿见影的, 一个, 一个, 就是, 反应的, 但今次来说的话, 就似乎就真的, 那个经济的反应就真的比较欠缺了, 譬如说, 就算是, 这个, 去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清零政策, 就, U-turn, 那样, 重新地, 对外开放, 那样, 旅游也都开始见到, 开始振兴复尚, 那样, ok, 这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当然, 你说从那个, 旅游的, 就是, 出外旅游, 或者是国内, 出门旅游的, 人数方面来说的话, 是明显见到, 是有伏偿的, 因为, 看回, 中国旅游, 相关的一些数据来说的话, 在今年, 过去几个月, 或者几个大的, 一些节日, 包括春节假期, 就是2月那时候, 另外就是, 五一的黄金周, 另外就是, 刚刚过去的, 这个, 端午节的, 长周末假期来说的话, 如果看回, 国内, 出外旅游的人数来说的话, 其实就已经是超过了, 2019年, 就是疫情之前的, 那个水平, 就是说, 旅游的人数, 已经是, 完全是, 已经是, ok, 甚至是超越了, 这个, 疫情之前的水平了, 但是呢, 旅游所带来相关的, 就是, 消费呢, 就仍然是有所不如, ok, 我见到的情况就是, 整体的消费, 都仍然是略低于, 2019年的, 的那个水平, 那就大件事了, 因为, 你旅游的人, 是已经多过2019年了, 但是整体的消费, 都仍然是略低于, 2019年, 就是说, 平均来说的话, 每一个, 出外画的人呢, 是少了, ok, 那, 那, 根据这个, 就是中国旅游局的, 的数据来说的话, 似乎呢, 是比, 2019年的时候呢, 平均每个, 游客的洗币呢, 是少了, 大概15, 大概15, 16%, 我不要记得, 就是少了十几%, 那, 这是, 那, 到底是, 今时今日的人, 那, 是省看了荷包,洗少了,还是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欲去洗,还是开始觉得没什么对经济的信心开始有些没以前那么强,或者没以前那么正面,所以觉得都是出外旅游就是想休息一会儿, 但是洗费来说,还是不要洗得那么尽,因为可能对于无论是自己工作的情况,就业的情况,个人财务的发展,似乎都可能有点不太放心,所以都有一点就着就着,如果是这样的话, 再多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所说,中国过去来说的话,振兴经济那几套板斧,包括基础建设,不是好,振兴房地产又不是好,希望可以拿回一些出口的订单,又好像不是好, 而连这个振兴消费,国内消费来说,似乎都不是好,你几方面都不是好,加加买来说的话,就很不行,所以,我想,去到现在,起码,到现在所见到的,一些推出的政策来说的话,似乎对经济的一个振兴来说的话,似乎都不是收到很, 或者不是很见到的,很明显的一些利好的发展,那就是要看下,这个中央来说的话,会不会有些更新的板斧呢,推出了,那也都是,大家当然是, 极度地期望是,可以出现啦,这个就,大家就只可以,就是引颈以待啦,OK,好了,那今天来说的话,就,比我过去来说的话,就略为短了一点啦,因为刚才所说啦,今晚还要去这个,就是将军那里,有个大台的节目要做,这样,那去到这里,那多谢大家的支持,那尽快上载了今晚的,那就可以给大家分享,那也都因为今晚, 要去,就是将军那里做节目啦,那所以呢,那今天,或者今集啦,那个首播呢,那也都没有办法,可以和大家一起,在线上面,就是一起看这个首播,做这个互动,那希望大家理解,和量解,那 again,再次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OK,我们下次,下个礼拜和大家再聊这些话题啦,OK,好,拜拜!